可能很多觀眾朋友會很驚訝豪宅意外賣的還挺好的 可能真的是因為很多台商回流 還有我們知道中國發生去免化去中華 所以其實很多人真的搬回台灣了 這波疫情發現還是我們台灣最好 慶容你怎麼看 我們看一下最近成交了一些台北的豪宅 真的看著價格真的會嚇死很多的上班族 這是台北的十大豪宅 像第一名的是桃豬飲員 這個單價是每坪 單價600到700 這可以跳過去了 單戶的總成交價是18億 所以如果你要種樂透的話 一張樂透如果1億的話 你要種18次你才買得起一貨 像第二名的晴美樸增 他的單價大概是251萬 那晴美樸增他位在大安區 他直接可以看到大安森林公園 這個其實豪宅一定要有大片的森林 才能感覺出豪宅的氣勢 另外像和平大院 這個總價在225萬 這個因為有名人進駐 周杰倫其實把它買下來 所以這看起來 台北的十大豪宅 基本上都是200萬起跳 但是相對於台北的豪宅 其實其他縣市的豪宅 這個價格就親民蠻多的 你看比如說同樣是地保 在台北單價要賣到284萬 但是到高雄 這個京城地保單價就只要59.3萬 另外像高雄的 這個其他的豪宅的價格 大概都落在40萬到50萬之間 其實相對起來 其實以全台灣的主要的都會社區的 這個實價登陸以來的平均的單價來看的話 確實像高雄台中 確實是比台北甚至比新北 還產生更多在價格上的一些優勢 那在高雄豪宅中 其實我剛才就特別留意到 其實剛才VCR裡面有提到的 這個高雄農十六特區的這個地方 其實高雄農十六特區 其實它有幾個特點 所以建案很多 建案蠻多的 而且它都是豪宅 而且剛才有提到 台北的豪宅坐在大安森林公園前 哇 那個豪宅單價就 對 豪宅必備就是旁邊要樹要很多 而且要高 對啊 那這個高雄農十六特區的特色 就是它前面就有一個1.5萬坪的 凹子底的森林公園 這個森林公園其實就是豪宅必備的 那另外一個其實價格相對叫親民 其實比台北市少了一個零 真的是比台北市少了一個零的價格 其實相對來講入手較多 那另外高雄農十六特區 起來有一個特色 其實它是商辦跟住宅豪宅是混合的 這有點像是大安區 大安區有大安森林公園 信義區有很多的商辦 所以我們看到這高雄農十六特區 它比較像是台北市的大安區 跟信義區的結合 因為商辦跟豪宅 都坐落在這個凹子頂森林公園 這區域的附近 而且它鄰近捷運跟高鐵 其實確實是在我們在這個部分上 看到它的一個特色 OK 莫王你怎麼看 高雄現在這個感覺 房地產市場蠻熱的 現在的價格你覺得OK嗎 我覺得高雄的房價 其實是很合理的 基本上它並沒有一個暴漲 我們剛剛有看到它的走勢圖 它是溫溫的在上來 而且應該這樣講 其實高雄的房價 我基本上覺得它是委屈了 因為過去20年 北台灣的房價漲非常多 包括你看到桃園 新竹 甚至台北雙北的房價 都已經一飛沖天的情況之下 高雄其實還是壓著 直到2010年 高雄的房價才明顯在往上走 所以高雄應該這樣講 它房價還是近10年才開始走 那它已經落掉了 所謂的黃金20年的前10年 所以相對它的機器比較低了 所以說我認為高雄的房價是合理的 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在南部置產 你到底要選什麼 而且你要關注什麼 我認為 北部為什麼房價這麼貴 像剛剛慶榮所講的 動輒每一坪100萬 200萬 這樣根本上班族是可望不可求的 最主要是因為北台灣的土地太貴 而且沒有好的土地了 所以建商它只能把房價拉高 去反映它的土地成本 因為它布料就這麼貴 所以它沒有辦法 但問題是中南部的土地成本便宜 第二個相對它的土地還很多 所以說基本上 中南部比較偏重一手屋市場 北台灣比較偏重二手屋市場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常跟很多朋友講說 你到高雄 你到台南 你不要去買中古屋 你一定要買新屋 預售屋 為什麼 因為當地還是一手屋市場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北跟南的大差異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它土地便宜 所以中南部基本上 建商敢用好的建材 而且它敢在外觀設計上 各方面設計上砸重本 因為它土地便宜 可是你相對你越往北 我蓋房子的朋友就跟我講說 我告訴你越往北 房子蓋的越爛 你是這樣子嗎 越爛 你上場得罪得多人 這是事實 大家去問營建業的都知道 在這一行人都很清楚 我講的是事實 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給太好的建材 為什麼 因為它的土地成本太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同樣的豪宅 為什麼在中南部 它蓋的就是比台北氣派 而且相對是建材用的比較好 原因在這個地方 好 那回到了這個高雄 不應該想說是舊不如新 對不對 在高雄的話 當然 因為一手屋市場 那回到高雄 大家知道高雄現在四大豪宅區 那最近這十幾年來 高雄很明顯的往北高雄發展 為什麼 因為左營高鐵站在北高雄 然後美術館在北高雄 然後漢神巨蛋在北高雄 然後拉媽大1.5萬坪的公園在北高雄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北高雄這一帶 現在目前很繁榮 再加上捷運紅線 你從左營站到拉媽大才幾站而已 然後中間一個漢神巨蛋 所以非常方便 這個所謂一日生活圈的概念 第二個 這個公園1.5萬坪在高雄警戒 所以說 這些的地理條件 再加上商圈 我們剛剛講漢神巨蛋的商圈 所以它生活機能非常的完整 同時很重要 北高雄在 剛剛講美術館連接到農石榴這一塊 基本上它是一個完整的重劃區 所以所有的大建商全部進駐在那邊 大家爭相彼岸的情況之下 一定是暗時越蓋越好 所以你覺得這邊是有投資空間的 基本上自助投資 我覺得都適宜 OK 好 小馬帶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特別想到高雄農石榴特區 可能台北的朋友比較沒有那麼清楚 介紹一下 其實就是我們直接看這張圖 就可以直接借鏡了 就比較好了解 那這個是紐約 這是美國紐約 Central Park South 美國紐約的中央公園 這是高雄奧子底公園 那我現在畫點點的位置 分別是 這一邊應該看到 這個這邊的話是站在蓋的 那個異想天地百貨 就是萬豪酒店 那這一邊過來這個圈圈的話是 富邦集團花78億正在蓋百貨公司 那這個是解運站 那這是熬子底剛剛說的公園 再過來一點這邊就是巨蛋 等於說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重劃區一瓶才40萬而已 40到50萬而已 相對於我自己是台北人去高雄工作 我根本不敢想像 以前我以為高雄是台南 就是南區就是南部很落後 但是現在高雄的發展是非常非常好的 有捷運有商場有百貨 基本上台北有的高雄基本上都有 那只是土地很大之後路很寬 這個價錢台北人看到會流眼淚 真的會 所以這時候沒有來賓老黑 他退休第一件事情 大家問他說你怎麼能夠 這麼輕易就退休 就是台北房子賣了去買高雄 達到退休第一步了 就光錯這件事情換屋 沒錯 而且是中古屋換豪宅 在台南區基本上50坪 左右的中古屋大概就100萬 100萬那就5000萬 我們就是往高雄可以買到 非常好非常好的房子 建材好位置好區域好地點好 有捷運有商場有百貨 可能還可以再多買一個跑車 都有機會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高雄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OK好 所以剛剛那些的照片是 這個是紐約 紐約跟高雄 這是高雄 這旁邊是高雄 我寫 我寫這是高雄 OK 這是高雄 其他的照片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他的照片是 因為其實因為豪宅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看VCR 都已經有一些關公社的圖片了 那我就不再多做贅述 因為其實公共設施 就是一個豪宅的代表 因為豪宅代表你的身份跟地位 那我們有屬於自己專屬的一個lunch bar區 裡面有個六星級的主廚 早中晚餐都幫你煮 早上幫你燒菜 這是公共設施的一部分 因為台北寸土寸金 台北寸土寸金 所以你的基地小 可能就500坪以內 你大概就是一個門口保全 只有一個維安 上面就是房子 基本上不太會有什麼公設 會有公設比沒有公設 那高雄不一樣 我土地可以到2000坪 1800坪到2000坪 所以我要的公設像餐廳 圖書越來25米長5米寬1米 就公設比台北大就對了 對 公設比台北 現在應該要到38% 那我們這邊34.5 但是你可以有超大的游泳池 健身房KTV 之後挑高教育廳 10米的教育廳 所以等於說整個的氣派程度 就跟台北的豪宅完全不一樣 台北贏在點 但是因為土地物價甚至建案 從台北人的觀點 或者香港人來看 都會覺得很便宜 對 真的 因為很多台商 其實很多都是從北部往高雄買 過去也是 現在也是 因為他們看得懂 我現在不買 那以後就會變得跟台北一樣 它遲早會變貴 因為土地的成本一直往上跌 所以農石榴會慢慢變貴 美術館會慢慢變貴 最後的話就會達到一個平衡 其實最後北 中 南都會有一個平衡 現在是不是很流行 所謂的健康防疫戰 對 對 因為其實針對於現在 因為一些國外的人 國外人比較注重養生 所以等於到處跑步 健身 所以說其實你現在公社 盡量都是要搭配一些養生的 比如說你的公共設施裡面 一定要有游泳池 Spa池 就比較養生 再來就是你附近一定要 剛剛主持人講的說 附近一定要有一個森林公園 就是符合豪宅的位置 那豪宅其實基本上跟鞋筒很像 它這是一個鞋筒 像個貴族 它從設計規劃裡面 它的地點一定是最好的 那建材一定是最好的 相對來講裡面的享受 就一定是養生 讓它活得更長更久 所以景觀條件也好 所以要買豪宅 豪宅有五大的優點 一個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要買得起的豪宅 買得起的豪宅 對 相對你的身份地位的象徵 很少 因為基本上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都住豪宅 因為身份地位的象徵 再來是生命安全性 因為其實他們的生命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是無可取代的地點條件 因為每一個重劃區 從發展到成型都有時間 但那個時候 比如說信義計畫區 有一個案子 馬可波羅 找些很便宜 但是它隨著區域的演化 它會越來越昂貴 但它已經規劃是豪宅了 再來有絕對吸睛的外觀條件 你外觀越特殊 像名設計師 名表 像LV 跟香奈爾 他們原本都是設計 可以理解 這些我們都很喜歡 就是價格好一點就可以了 價格好一點 沒關係 找我買就可以 這樣我最便宜 我最便宜 你可以一下 其實現在大家會發現 有一個在買房子的時候 到底要買新的還是買舊 現在全台灣出現一些倒掛的現象 這蠻特別的 全台灣興建案的這個價格 比中國還要低的 前10名的行政區 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發生第一個台中市 興建30萬一坪 但中國是37萬 桃園19萬 然後新的19萬 舊的20萬 這包括在高雄也出現類似的現象 這價差是差的比較近一點點 為什麼會在這麼多區域 出現這種所謂倒掛 倒掛就是不合理 照理說新的應該比較貴 舊的應該比較便宜 怎麼會倒掛 木華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特案 特案喔 對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當然買新的 又比較便宜 它並不是一個全面性的 譬如說整個台中市都是倒掛 那我覺得這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比如七期你想看怎麼可能倒掛 所以說在好的區位 基本上倒掛的可能性是非常低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相對 比較可能就是說特殊的區位 比如說台中北區吧 台中北區本來就是相對 它比較早發展的地方嘛 所以說這樣的狀況是有可能出現 那另外有可能是建商它想要急售 建商希望把這個案子趕快出清掉 所以這也是有可能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當然鼓勵你買新案子啊 你怎麼會去買中古屋呢 如果有倒掛是好事啊 你應該這個進場就是要搶這個新的房子 尤其是越往中南部 你應該越要買這種倒掛的 就是相對而言 就是新屋比這個周遭 可能中古屋價錢還低的案子 但要注意這些案子是不是有問題 譬如說它附近有所謂的嫌惡設施 對 或者說它本身在銷售上面 在格局上面 在整個設計上面有問題 對 這些你就要去 對 這些你就要去精挑細選 最後你先給這個買房子的一些建議 好 請 對 其實買房建議 當然其實我覺得有幾個部分 當然很重要的就是房貸負擔比 我覺得房貸負擔比其實是我們在看 在買房子的同時 不影響你生活的一個品質 那畢竟我們過去都是以33% 當作一個條件 就是你付出去的房貸 大概佔你的收入33% 但是你發現全國啊 大概只剩下台南跟高雄 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其實其他的 不管新北啊台北啊 甚至桃園 甚至台中壓力都會相對較大 中南部正在發光 提供大家做參考了 祝大家操作順利 禮拜三我們再見了 拜拜 跟各位 有機靈旗快樂 Thank you 有機靈旗